大家好 我是Ockman 很多時候新手拍Vlog 無論用一部多貴的相機都好 都會忘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聲音 我以前教班都經常說 我們看片不是真的看到片線 而是首先聽到聲音 所以如果聲音做得不好 很多雜音很差的話 好像現在這樣 純粹用相機的來自咪 你是不是馬上不想看下去 今次要介紹的可能是拍Vlog的最佳麥克風 就是Sony新出的ECM-W2BT Sony一貫的改名作風 繼續看下去 我會教你怎樣用一個這麼小的無線咪 都收到不錯的聲音 以及怎樣用它來做一些特別的效果 例如是收一些Voli 甚至乎是VO等等 甚至乎是VO等等 這個Wireless Mic我拿了上手玩大概兩個星期 在無線麥克風的世界 是有Receiver和Transmitter 在我身上的這個就是Transmitter 它就是負責傳送一些訊號給那個無線的接收器 它現在就在相機上面 而一般的無線麥克風的接收器是需要用一條這些3.5mm的線 去連接相機和接收器 而Sony這個新出的麥克風最獨特的一點就是不需要插線 它是就這樣放上相機的熱虛位就用得 當然大前提是你本身要用Sony最新的一些相機 例如是A7C、A7S3 這一類Support Digital Audio Interface的相機 說真的很多時候就是這些細節位 令到我們拍攝的時候順暢很多 不會忘記插線 如果你的相機是不支援Digital Audio Interface的話 你都可以用回傳統那條3.5mm線 用Analog的模式去錄製 第二個賣點我相信就是它的價錢 機器現在斜了 它官方的價錢是賣1690 相信在某些零售箱那裡買 還會更便宜 這個Love Mic是要另外購買的 但其他品牌都是 而它這個Love Mic只是賣239元 你稍後就會聽到它的Audio Quality是怎樣的 第三個賣點就是它新創的Receiver Mode 即是除了發射器上面有Mic之外 接收器上面都有一個Mic 它有三個錄製模式 一個就是平時這樣用的Mic Mode 另一個就是Mix Mode 就是同時間可以收到這個Mic 還有相機上面的接收器的Mic 還有一個Receiver Mode 純粹是收機上面的Mic 這件事我覺得是極度新穎的 以前聽都未聽過 Receiver上面是可以有個Mic 那你說可以怎樣用呢 有時候我們拍Vlog的時候拍著別人 除了想收到別人的聲音之外 自己有時候都會說幾句話 那對比起一些傳統的機頂的Shotgun Mic 就是別人的聲音當然很清楚 但是自己的聲音就會變得很細聲或者很紋 那它這個新創的Receiver Mode 就可以完美地解決到這個問題 嗚 講到很口渴 去沖杯咖啡喝一下好不好 Let's go 抹抹消 我想說沒有了奶了 所以這杯是唯一的一杯 話說剛才的影片連聲效 全部都是用這支Mic去錄製 無線麥克風就有這個好處 不需要被一條線扭住 所以真的隨你去創意發揮怎樣用 例如可以像這樣貼在腳上收一些腳步聲 順帶一提 這個麥克風式是密封設計 完全不防塵 所以你看我剛才這樣玩 我都不用擔心那些洞會入塵 除了可以像剛才那樣錄音效果之外 這個無線麥克風還可以插入你的手機或者電腦 搖身一邊變成一個VO麥克風 讓我們馬上試試 6VO除了麥克風很重要之外 最重要就是有一個很好的收音環境 所以第一件事當然要先關掉冷氣 是否馬上清靜了 至於怎樣才能做到一個很acoustic的收音環境 有預算的話可以像我這樣貼一些吸音面 它們可以有效吸走一些回音 令到房間沒有那麼彈聲 又或者可以 DIY 一個這樣的收音箱 整個原理是非常之簡單 純粹買一個收納箱回來 然後每一邊貼一些吸音面 這樣就已經是一個不錯的收音環境 現在的聲音聽起來是否實了很多呢 又或者大家如果想再低預算一點的話 我再教大家一個不需要用錢的方法 我現在就純粹掛了一張被子在我的正前方 千萬不要小看這麼簡單的做法 其實這樣已經可以吸到很多 由你對面彈回來的一些回音聲 現在的聲音聽起來 是否好像平時會在電視聽到的那些旁白呢 用這些咪有幾點要注意 第一就是所謂的line of sight 因為它是無線咪的關係 所以或多或少都會受到環境的影響 當然這些新的咪在技術上已經做得很好 就算現場有障礙物 又或者不同的色錄存在 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唯一一樣東西要注意的 就是確保接收器和發射器 是可以這樣連成一直線 中間是沒有東西擋住 雖然你說隔著門收不收到呢 現在跟大家測試一下 現在是隔著門的 那你就會聽到隔著門呢 都是收到音的 但是間然中有機會 會出現一些干擾的訊號 所以最好呢 都是要保持那個line of sight 很棒 話說夾這些咪都有些竅門 太近好像這樣 就會收到很多那些p啊 f啊 或者s那些音會很刺耳 和噴咪 也都會很容易就爆咪 太遠去到桌底這裡 又會收到很多的一些雜音 聲音也會收得不清楚 最好的距離 就大概是 這麼多度 不會太近又不會太遠 又不怕爆咪 又不怕小聲 另一個我經常見到 其他youtuber上犯的錯誤 也不可以說是錯誤 我個人不太喜歡 之前很流行 Rode Wireless Go那隻咪 我見有很多youtuber 會把它就這樣掛在心口上面 東西有重量的 一來會扯到衣服 二來那個東西 其實我自己覺得 在畫面上出現 就不是特別好看的 Sony這個設計 我個人覺得帥仔很多 全黑色的設計 更加簡約 但是依然有機會 會拉扯到你的衣服 又或者有很多情況下 你未必想 那麼大個brand的logo 出現在你的影片那裡 那可以怎樣做呢 解決的方法有幾個 第一個最簡單 就是純粹把它調轉來夾 就是這樣了 是不是覺得整件事低調了很多 都不夠低調 這個時候就要請出 所有crew最好的朋友 膠法出來了 純粹撕一張膠法 然後把這東西 貼在衣服上面 搞定 立即整件東西不見了 那麼當然我今天穿 是比較緊身的T-shirt 所以你看到 如果我提起心口的話 都是有件東西在的 所以這個方法 不是每次都適合的 再加上 接下來就是夏天 即是會出汗 整天有件東西 這樣貼著皮膚 在那裡磨來磨去 都幾噁心的 在這個時候 就要請出這個 一開始說239元的 Lavalier mic 再重新一次 它是239元 真是很便宜 登登登登 現在就上了一個Lav mic 你看到 現在純粹變了一個很小的夾 雖然它是便宜的 但它是便宜得來有設計 它的麥克風可以領 整個東西 是可以360度旋轉 橫夾、直夾都可以 所以變相 無論你是穿T-shirt 也好 衣服也好 都可以很輕易把它夾在衣服上面 想連夾都走完的話 又是時候請出我們的交法朋友 整個三角形 黏在心口就可以了 完成 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都看不到 當然 這個也不是用Lav mic的唯一一個原因 其實聲音的質感 聽出來都會有些分別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出呢 最後最後就是 回到電腦這裡 其實現在的剪接軟件 是非常發達的 就像我以前經常說 那些片陣 你都要試試用Warp Stabilizer的道理 其實聲音都是一樣的 我們在Premiere上面 有一個Essential Sound的Panel 你選取你的音軌 你說話的那條音軌 然後選擇這個Dialog 首先我會做少少的降噪 就是Reduce Noise那裡 大概是0.5至1左右 太多就會開始會扭曲聲音的質感 跟著有DS DS就是去除那些很刺耳的S音 又是調少少就可以了 之後就在EQ那裡 它都有不少的Preset 我喜歡用的一個就是 叫做Supple Boost 可以令到人聲更加厚實 最後就是Reverb那裡 我會因應情況 開少少令到人聲更加有立體感 話說見到這支麥克風的時候 都真的覺得幾正 特別是它可以支援到Sony最新的 Audio Interface 連那條3.5mm的線都不用插 就用得 這下就真的 那今集就是這麽多先了 遲些再和大家Cover一些不同的收音技巧和器材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那我好快再見大家了 拜拜